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 最近听说一件事儿 日本的前国脚龚腾壮人 在训练的时候突发脑积水 抢救无效趋势 32岁,英年早逝 那龚腾壮人呢 曾经效力于百太阳神和广岛参见 属于是百太阳神俱乐部的清训出品 当年也是日本队内的英才之一啊 他在国家队里边啊 面对中国队啊 包括在俱乐部里边 面对广州恒大 山东鲁能 工腾壮人呢 是都进过球 他从十岁开始 就给日本的百太阳神队效力 然后从一灵赛系开始 那个时候 百太阳神有个巴西主帅 叫内尔西尼奥 应该是内尔西尼奥 在他的调教之下 百太阳神在国内 是刮起了一股青春风暴啊 从他从这第二级别联赛返回到第一级别联赛 就是从这二连赛返回到这两这连赛 然后在2011赛季夺得了联赛冠军 上演了日本版的凯德斯劳腾奇迹 这是啥呢 就是他这个联赛不是有几级吗 然后第二级别表现比较好的就就会升级成为第一级别 那么然后从第一级别 就是你头一年刚升到第一级别 第二年就拿了这第一级别联赛的冠军 这个叫凯泽斯劳腾奇迹 因为当年德甲凯泽斯劳腾干过 干过这么一件事 那么一直以来呢 就百太阳神呢 都是以年轻闻名 我记得有一年 我忘了那年了 他们那队里边主力阵容 平均年龄24岁 当时你看 就是中国还在干嘛 祖协还在出各种政策保护U23 对吧 你给那些年轻球员上场想折的时候 人百太阳神已经开始用全员在用U23打主力了 那在中国球迷当中啊 功腾撞人呢 也是很有知名度 这还要从他和广州恒大的渊源说起 当时是12到13赛季 让他和另外两个队友组成了前场三叉戟 就让百太阳神成为了当时日本这连赛啊 攻击力最强的球队 那他的那个就是这个百太阳神呢 在日本国内也被冠名为什么无敌百 那13年9月 广州恒大和百太阳神在亚冠半决赛中相遇 当时啊 这两只球队都是在亚冠里表现最好的球队 小组赛 六场比赛进了14个球 是所有球队里进球最多的 所以呢他们吸引了很多人关注的目光 大家都在想 这两根毛到底是哪一根更锋利 那功腾撞人在比赛之前还放话啊 给队友打气说 现在呀我们是日本最强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拿下比赛是吧 是这个去年啊 广州恒大赢过我们 这我们现在要加倍奉管 但是那几年呢 正好是恒大的巅峰期 穆里奇 孔卡 埃里克森 是吧 这全是就是他们组成的那个封线三叉戟 无人能党啊 再加上告林啊 告林在后的当几爸是吧 无人能党 所以那摆太阳神就是 他哪怕是说啊 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他还是没拦住恒大 当时上半场啊 克莱奥先进一个球 摆太阳神队的克莱奥先进一个球 他当年也效力过 呃 广州恒大 这是恒大金元足球时代啊 引入的第一个外援啊 中超枪王 到下半场 恒大呢 就开始了惹不起的模式啊 穆里奇 孔卡啊 埃尔克森啊 进了四个球 恒大在课场4比1获胜 当时赢球的时候 我还我还上大学呢 啊 跟学校在外边写生 然后拿那个手机图文 看的直播啊 那就写生那地点吧 上头那个就是 呃 门口 门口有一条小河 然后没什么信号啊 所以他只能在手机上图文 看直播 看来特别卡 那 看着这个 这个这个恒大赢了 很开心 很开心 干嘛呢 那喝酒吧 哎 喝喝喝喝多了 我还记着 我在那个桥上 顺着那个 我在那桥上 往那个小河里边啊 撒了一泡尿啊 至今记忆犹新啊 那到了几天之后 到打第二回合的时候 哎 回到这恒大主场 工藤壮人 又说了一番话 说 哎呀 打恒大 五个就点难 但是四个 哎 还是有希望的 当时这个百汤神呢 在国内 成绩不错 经常是动不动 就进对手四个球 所以他说 这次努力努力 是吧 咱也进四个 不过呢 还是没能挡住 广州恒大 恒大主场 进了他们四个球 两回合打了个8比1 光腾壮人 这一番话呀 就在天后下 促以鹅传鹅之下 啊 他 在中国球迷眼中 就变成了一个 打嘴炮 是吧 IBM International Big Boss 是吧 这日本足球界的 赫布晓夫 啊 成了一个不尊敬对手 不知天高地厚 这小日本 就就 就这个 然后是啊 哪来的勇气呀 梁静茹给你呢 是吧 一些这个 就是媒体呀 也讥讽啊 说这功能壮人 吃人说梦啊 尤其是 在民族主义的裹挟之下 你想想 那是2013年9月 2012年9月 可 可刚游行完呢 可刚拿那游行锁 砸人家风天车主啊 对吧 那么功腾壮人就进一步的坐实了小丑的形象 这大概是他留给中国球迷最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 看那些话 那些话是给日本媒体说的 是给自己的队友说的 并不存在什么不尊重对手的意思 是吧 可惜的是就是 呃 他现在是吧 再也不能出面解释了 现在想想 感觉那两场比赛啊 还在昨天 我从桥上 往河里撒尿 也是 还在昨天 一眨眼 九年了 这个人不在这个世界了 然后这个世界 也不是曾经的那个世界了 是吧 那说这远了 咱说回足球 龚腾壮人呢 他出自摆太阳神清训 那这个清训啊 可以说是日本的拉马西亚 咱们最有名的成绩是2019年呃 摆太阳神的U17清点队拿下了黄马的U17 那黄马的U17可是干嘛呀 他在2018年赢过上海胜港啊 是赢过上海上港的U19 那时候是上海上港的U19到西班牙去拉链 然后跟着那个黄马U17啊 踢了这么一场 上半场先进一个 下半场黄马六球逆转 注意啊 那是19岁上海是19岁 皮他妈17岁 这个年龄段那两岁 那可是非常大的身体素质差距啊 我高中的时候在学校田径顿 那时候我高一的时候1500米吧 我大概得跑6分钟 高三我能跑进5分钟了 你想想这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差距 然后上海大打小 你这个1500跑5分钟的 比那个1500跑6分钟的 然后你还输了 你输人个1比6 这他们要是遇到百太阳神 那得什么样 其实百太阳神呢 他也在中国证明过他们清训的实力 17年他们的U14到中国来 然后打鲁能 打国安提队 哎呦 跟玩一样啊 后来呢 他们到欧洲 赢过巴黎 什么黄马 拜仁 热刺 这些 这些那个 那个俱乐部的青年队 还跟巴萨的青年队打平 所以说这个清训水平 那可以说是超过一般的优秀啊 你说是现象级 电堂级水准 那也差不多 那更可怕的是就是 日本足球啊 他们在知道这些胜利之后 他们新闻界啊 他们足球圈的那种平静 这是非常恐怖的 他们完全不把这个当成新闻啊 就是赢一场比赛 我春半 出一半辈子 不是 而是把它当成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我的梯队赢皇马 那就是情理之中 那2018年世界杯 日本队也证明了他们的水平 八分之一决赛 能跟世界第一的比利时打的有来有回 差点淘汰他们 要不是最后时刻 比利时那个神来之笔逆转比赛 那保不起日本 他就啊 能进八强了 这个八强可是他们一刀一枪拼出来的 不像是韩国那样是吧 拿第四靠裁判啥呢 今年这日本和西班牙和德国 还有哥斯拉利加分在一组 可以说是死亡之组 但是呢 我愿意看日本队啊 也希望他们走得更远 因为他们在正确的道路上 走了很久 那从情感上说 我希望他们会得到幸运女神的眷恶 从而让他们感觉到这份努力是有了回报的 看完摆太阳神 看完日本队的表现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队 是吧 就是这个就跟我看某些东西的心情一样 以前呢 是失望 但是还有点一面向 还觉着再努努力应该是可以的 现在直接是绝望 本来这中国足球已经走在了悬崖的边缘 那现在是足协一使劲 直接让国足往前迈了一大步 想让国足崛起的方式 最正确的方式 就是让足协解散 把足球放在一个市场上去竞争 去进行一个自由的竞争 有了这种自由竞争 市场竞争的环境 他才有出路 毕竟这是一个现代社会 才能玩得转的运动 有句名言叫做什么 你做一件事 最好的时机是五年前 其次是现在 那我也想说 足协解散的最好时机 是67年前 也就是1955年 足协成立的年份 其次是现在 这句话呀 可以用在很多场合之下 你我共勉吧 那行了 今天呢 咱就说这么多 愿功腾壮人 在天堂里也能踢足球 请您安息 行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